第三个 我们再看第三个 第三个叫做六冲 就很可怕 或者是很差 很多人一看到自己八字有六冲 他就觉得很害怕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八字 这个八字 己是 以害 更成丙序 那这个八字 他就说 他的地支全部都是冲 这样子是不是很差的 我们看是爱冲 成续冲 所以他就会觉得他的八字很差 因为冲就是一个很烂的情况 但现实是不是这样 不见得 我们看一下他的八字是怎样 以木生 丙火生己土 但是很抱歉 克根金日祖 他的地支是 四火生成土续土 克亥水 这是他本命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的本命差 其实并不是差在地支的香葱 而是 日主受克这一块 本命的日主受克 我们会知道说 本命的日主受克 会让他的 地支的好感受不到 那坏会更加重 所以我们会知道他的官运 其实地支虽然好 但是日主受克感受不到 但是我们会知道他的什么受伤 食伤受伤 所以会更加重 他日主受克已经情绪不好了 他会更加重他的情绪不好 所以各位 你们要知道一件事 在五行派 他其实是不看冲的 五行派不看冲 他把冲当作克来看 各位你要记得 不要一看到冲就觉得都很差 没有 那一回事 他就是回归到克来看 所以 这个八字他是一个日主受克 他只要把这个日主受克解决了 那他地支的这一块好 他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坏也不会那么坏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不要每次一看到冲 就什么东西都怪到冲上面 在五行派不是这样看 为什么五行派不这样看 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情况 都跟这些无关 只不过是 你知道他出问题了 你拿来当罪 戴罪羔羊而已 我们在之前不是有看过吗 说我看过隐士生三行 可以把一个八字全部搞烂 所以他就拿了一个八字 说这个八字就是因为隐士生三行 所以导致他没有婚姻 结果真正的状况是什么 这个八字从头到尾财运就很烂 跟那个隐士生三行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为什么五行派 他不看行冲破害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什么 不好的情况 那不好的情况你很容易 这个人只要一出现坏的这一种情况 你就套上去了 就是因为他的婚姻不好有冲 他破财有冲 或者是有行 你就是这样子在套的 所以在五行派 不准你用这些东西 了不了解 你要给我找出真正的原因 所以在五行派就不会看行冲破害 一切回归到五行流通上面 来去找为什么他会产生这种情况 所以你去看很多人在帮人家解释八字的时候 因为你八字有冲 所以你会怎么样 因为你八字有冲 所以你这一阵子不顺 就是因为他导致的 各位 那个不是真的答案 你假如是这样在帮人家批八字 你当然就会觉得行冲破坏很可怕 但是你假如是像我们一切都是以五行流通 来找吉凶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什么行冲破坏 什么四常生四酷 没有那一回事 一切就是回归到五行流通 找出五行的状况 多变少就不好 少变多就会好 一切都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各位 不要把行冲破坏拿进来看 而是要找出真正的情况